誰 熊大哥你 錢留不住是因為 你是因為錢沒留住 所以才變瘦的 還是 還是你變瘦了之後 你就留不住錢 應該是現在是 錢留住才變瘦 錢留住才變瘦 錢留住才有心情瘦嘛 對不對 那是那是 如果胖的時候 分兩種胖 一種是虛胖 第二種是壓力胖 因為藝人就是要敬業 是對不對 對 對啊 就是像他 他也一直瘦啊 他什麼地方都瘦 就那個地方沒瘦 奇怪 自己怎麼保養的 對 因為他很敬業啊 對 就是吃這行飯 好敬業 真的 來來 假如說這個肉財的這個狀況 妞妞 妞妞其實喔 自己明明賺了很多錢 但也卻總是存不下來 全盛時期我一個月啊 對 有六十幾場 沒有人可以跟我拚喔 我真的是 六十幾場什麼樣的活動 我有鋼管 我有鋼管 然後主持 歌唱 我全部都接 對 妞妞是舞中的 全神跑的 對 全神跑 北中南最遠呢 就是宜蘭啊 花東的我都跑 就是妞妞敢接那種 我們還不見得接得下來 真的啊 我們沒辦法 就我們不會啊 對 只要人 反正呢 只要人呢 唱跳啊 哪裡什麼 我都可以跑 我都可以接 但是呢 不知道怎樣呢 就是 我一個月大概二三十萬 對 很厲害耶 真的 這一個月 這一天呢 最高紀錄的是七八場 二三十萬 一年下來 也兩三百萬耶 對 真的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錢一進口袋的時候呢 你基本上呢 不是你的車子被撞 就是呢 你撞人家 對 但是呢 你撞人家呢 你呢就是呢 不可以肇事逃逸嘛 對不對 你就是要陪人家 我很陪 但是人家撞我的時候呢 就是你找不到人 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基本上我就是賠的比較多 真的 你說以前呢 景氣好的時候 常聽 有人一天接七場活動 這些年沒有了啦 但是妞妞妳還有喔 我有啊 七場活動 但是最倒楣的時候 就是你呢 一天你跑了七場活動 你最倒楣一個小時 被開三張罰單 超數嗎 因為你在趕場 是不是 七場活動 我一天跑七場 就是說我一直拼命開車 到處去收現金 收現金 收現金 真的啊 你還來不及穿衣服喔 你就是 還不是啊 來不及換衣服 換衣服啊 你衣服還卡在旁邊 一眼開 然後還怕警察還亂下來說 小姐妳的衣服沒有穿好 對 你有沒有來不及換衣服啊 因為你下一場 你不可以穿一樣的衣服 他很敬業 敬業的地方在是 因為是晚會 晚會下一場的觀眾又不一樣 也不一樣地方 但是他會換不同的衣服 這是很敬業 像一般藝人在跑這個場 七場的話可能同樣一套衣服 這是不同的衣服 對不對 對啊 這為什麼要換七套 因為 因為你這一場可能是主持 你下一場呢 是鋼管 不一樣 你下一場呢 你可能是歌手 所以你可能每一套 你可能一邊開車 你一邊要換衣服 然後停紅綠燈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要趕快 然後下一場的時候 然後換到一半的時候又紅燈 然後綠燈的時候 你又趕快開車 那是要比較敬業 一般都穿在裡面 全部穿在裡面 鋼管的時候整個脫掉就鋼管了 穿起來又可以組織 亨哥 你說那是早期牛肉場好不好 我不是牛肉場 第四首歌漏點 七場 穿七套衣服 難怪會被開罰單 對不對 不堪你警察都要攔下來 稍微看一下 你們換衣服換好嗎 所以就是這樣 一路又趕場 然後又連被開三張單 你也覺得自己的偏才運也不好 超不好 我這一輩子真的沒有偏才運 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問老師 人家說打麻架穿紅色衣服 是不是 紅色內褲是不是可以 有那個偏才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聽我朋友說 妞妞你那個穿紅色內褲你反穿 你一定喔 這個一定會糊三口 什麼意思 把釘字的後面那條線穿前面 不是 不是他說你想要反穿 反穿就可以了 你說那個穿前面我有試過 那是卡衣那樣 會卡住 反內褲 會卡住 反前面 那會一直高潮 不是啦 好軟夠 為什麼 你們都亂講 我都亂交 沒有會 不是 反過來穿 反正人家講你就試試看 對反正人家講什麼 我都會一定試 因為我是雙子座 所以呢我好奇心特別多 然後他說你還要拿兩條 放在你左右逢圓 左右逢圓 就要放在你的口袋 穿一條 紅內褲然後帶兩條 在左右口袋 對 叫做左右逢圓 對他們就說這樣叫左右逢圓 你一定呢 打麻將一定會吃三家 對 所以那一天呢我只帶一萬塊去 結果呢我反輸了大概六萬塊 因為我還借了錢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啊 對啦 根本就不會啊 但是喔 這個好日子也沒有天天過年的啦 你說一天接七場活動 有時候真的不景氣的時候也沒有 所以那個不安全感 也會讓你想另外找一個投資的方式 對不對 另外找一個活水 所以你也有投資股票 我投資了 人家說什麼我就是聽什麼 是 我相信這個朋友 這個朋友我認識了大概一年多 他就說 對 一年多很久啊 你也誠懇耶 很久 對啊很久很久 真的很久啊 然後呢 他就說我這個群組裡面有兩百多人 每個人都有賺錢喔 我說喔真的喔 可是我不太會玩股票 他說你相信我 你看 我這個朋友你看 我今天喔 你看每個月都有會請給他喔 你看他的利潤喔 今天賺了兩萬塊 然後呢你看喔 他說他前三個月喔 他賺了五萬塊喔 你看我都有會股 你看這都是有憑有據的喔 那個群組裡面 大家都賺錢賺得很開心喔 我就看喔真的耶真的耶 他說你放心 你五十萬給我投資 我一定包準你 每個月都會賺錢 而且五十萬我包準你 半年就回回來了 我說真的喔 我說好五十萬 我的戶頭裡面應該還OK 然後我想說好五十萬 你就投進去了 就給他 然後我想說五十萬 那大概一年我應該會回收 那個我半年回收 一年應該還可以五十萬進賺了吧 然後結果進去的時候 第一 第一個月他會兩萬塊給我 第二個月會了兩萬塊給我 第三個月又會了兩萬塊給我 六萬回來了 第四個月我被退群組了 被退群組 對 為什麼 就人間消失了 你原來被封鎖了 為什麼 他那個等於是一個手法嘛 吸金的手法 吸金詐騙的手法 先讓你 前三個月先嘗到一點甜頭 對啊 他還是拿你的錢給你的 也對啊 他五十萬裡面 他可以先把六萬塊撥起來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準備給你三個月 妞妞 我們前面講說很多人 投資娃娃機台 我也聽過人家講 娃娃機台多好賺 很好賺 別看十塊十塊二十塊 每天晚上去收現金 一台機台一個月可以賺兩萬 你擺兩台就四萬 擺五台一個月賺十萬 每天也就是去收錢 我聽過我都想投資了 真的啊 但我沒去 我真的就缺乏行動力 所以我也不會發財 但你妞妞去了 但你妞妞去了 投了投了 真的耶 我也覺得娃娃機我看喔 我自己都會去夾耶 而且人家新聞就有報 你現在去倫敦啊 巴黎啊 義大利去擺夾口罩的 大家擺的 露露整個夾口罩 我還故意用得很 很鬆 讓人家 不是很緊 讓人家可以夾得到喔 我還故意喔 我想說第一次讓人家夾得到喔 然後你就會繼續想夾了喔 我還有政策喔 然後我就投資了兩台 你放的是什麼 拜託 持續用品啊 不是啦 不是啦 高投資我想 我都是讓人家想要的 比如就是人家想要的 那個 那個3C產品啊 手機啦 電視啦 我裡面還真的放了一台iPad呢 真的喔 iPad那麼重怎麼夾得起來 喔 所以是用緊的啊 重點我前面還有 還有叫臨時演員去喔 我還花了臨時演員的錢喔 製造那個大排長龍的 對 來 來了喔 這兩台呢 我花了不少錢 臨時演員的一堆喔 這個臨時演員一個人 一天下來 這樣下來喔 我叫了大概快兩百人去 一個要五百 因為很誇張耶 哇塞 像當年排蛋塔的盛況喔 一個人要五百 好啦 這個生意頭腦真的是喔 我問了多少人啊 好不容易呢 我想說喔 這個 第一個月有賺錢喔 哇 死定了 這一個疫情來了 沒了 沒了 這個疫情 所以你是在西門町投資的兩台 兩台 一台大概五萬 兩台五萬 所以其實 主琳哥剛剛講對了耶 有人在夾口罩耶 以前的人是戴口罩搶劫對不對 現在 現在帶錢去搶口罩 不一樣了 對 許警官你稍微休息一下 是 是 我這個辦案到此為止了 好 謝謝 所以說欸妞 你也去求了很多開運物回家 因為你也是 很捨得投資 但是總是希望說這個財運能開 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最特別裡面呢 這一個很重要 這一個是什麼 這一個是我特別去到 泰國 這個呢我還拜人家 你要去到那邊求 你還必須要 他要點頭你才可以去 而且你去到那裡你要七天 七天要吃素 你不可以 你包括手機都不可以用 而且你還要近身 然後呢跟外界呢 都要斷絕所有的聯繫關係 嗯 然後包括呢 所有的一切呢 你就是 完全就是 人間消失掉 嗯 你要拿到這一個東西呢 裡面 重點 這個都是什麼東西啊 聚寶盆 裡面就是 五彩的什麼 五彩水晶石啦 對 還有你的那個 你的八字 個人的八字 還有你的名字 嗯 然後經過什麼 什麼洗禮過後 嗯 重點是你經過海關 是一件 沉沉難過的事情 你從泰國抱回來 對 你抱回來他說你不可以 很大一座嗎 沒有很大一座 就大概就是 就這樣子 就像那個骨灰毯一樣 有沒有別的形容詞 所以你這樣抱回來 海關都會行 不是 因為你要用 歡迎回家 黑色的布把它蓋住 哦 對 那我經過海關的時候呢 他說 請你打開 我說 開開 不 開 他就說 我就說 請幫我翻譯一下 我說不可以打開它 他說 開開 不 開 我說 不行啊 我都快哭了 他說 他叫我進去 進去那個隔離室那邊 他說 結果你把衣服打開 不是 我沒有打開我的衣服啊 他就說 請你打開它 為什麼你不能打開 裡面是不是 是不是有特別的東西 然後我們僵持了很久 他就說 你裡面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是不可以看 然後他說 他就問你 他突然就問我說 是不是裡面是不是骨灰毯 什麼之類的 我說不是骨灰毯啊 然後後來呢 我就請裡面那個 骨灰毯 他就說 他們那個泰國那邊 有這個 祈福的東西 所以是不可以見光的 對 然後後來說 一定要看一下 後來 我就說 好可以看 那麻煩你的頭要進去 這樣子看 你可以接受嗎 然後那個 那個 警察就這樣子 他就這樣子打開 就這樣 那個 過了 過了 然後後來他就說 他就說 他就說 請那個人發音跟我講說 以後麻煩不要這樣子拿 人家會以為像是在幹嘛的 他說 拿的時候請你這樣子 請你 請你就是用另外的東西帶 不要這樣子拿 人家會以為是什麼 他說不可以這樣子拿得過海關 對 對 直接過X光就好了 警察海關也是很囉嗦 沒有 他們會以為是什麼東西 對 就是骨灰毯也不能這樣過 來 說你也有去求金雞 厲害了 對啊 你反正全省跑活動 到處跑 對啊 人家說走人家 賺錢穩達 走人家 賺錢沒人家 但是我自己走 我都走過了 你看 什麼金雞 然後還有什麼聚寶盆 泰國的 廈門的 還有日本的 我都去求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沒有偏財運 人家走在路邊 人家 比如說 亨哥走在我前面 我走在前面 有一千塊我都沒看到 他前腳一走 後腳他撿到一千塊 我也沒撿到 我如果撿到我會拿 小姐已經掉了一千塊 沒有 他撿了他拉走了 真的 對 就這樣子 我就是沒有偏財運 我就是沒有偏財運 不然為什麼 那一千塊可能就是你掉的 會不會 後面的人才看到 會不會是你掉的 不知道 可是應該我求了很多 老師 這邊是你的財位嗎 所以你不管在哪裡 求的任何的法器 經濟 就通通放這個位置 去保盆全部放在一起 這個位置 他們就說 這是我的財位 我有請什麼大師去過 我全部都去過了 他就說這是我的財位 我想說就全部放在一起 那是不是我全部的磁場 我所有的力量就會聚集在一起 這個是不是問一下周老師 真的 我們這種聚寶盆 可以 全部放在一起嗎 對啊 因為他這樣子擺在一起 他們也會打架吧 對 因為你有日本的 有泰國的 也有台灣的 八國聯軍 還有八國聯軍 你真的那麼多 他有很多的密碗 密碗在裡面其實不能這樣子搞 因為磁場會搞亂掉 你根本一點財都賺不到 也會互相拉扯 那個邏輯就是 你家裡有八台電視 然後這個播日本的財經專家 這個播美國的 播泰國的 播中文的 播香港的 播什麼 你全部一起開 你要買哪一支 是 你一台都看不到 你一台都 都不知道他演什麼 也對 對 他是這樣喔 會亂 他不是綜合在一起 然後就是法力無邊嗎 沒辦法 沒辦法 算命也是喔 不要去亂算 你一個事情 找定一位老師 聽到正確的 然後就去做 你不要找班老師 這樣定不定 這樣是喔 這樣定不定 自己都失去太斷力了